为啥德姆跟红石交配完以后 即使是再见面了 德姆也不会让红石接近他的神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爱阳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之间交配之后 双方修会 背靠落背 接下来就是畅达 60分钟到40分钟的必缩事件 这个过程中 其实德姆是比较痛苦的 当德姆跟红石分开之后 老母狗会感觉到终于解脱了 所以德姆即使说再见了红石 他也不会让红石再靠近他 其实在德姆发生期的时候 红石这种狗狗 他们的性格还是比较霸道的 可能会强迫德姆与他交配 交配过程中 德姆也会感到不适应 所以当他们两个交配完成之后 德姆就会赶紧逃跑 即使说以后再见面 你看我拎他甜甜甜去买地里外 也就跟见了臭人一样 现在德姆已经不在法庭期内 所以对红石也不甘兴趣 如果在法庭期期间 老母狗会释放一种 刺性极素的气味 这种刺性极素的气味 能够是红狗红石兴奋 红狗红石 红石温到这种气味 就会来着木狗脚排 这个时候的老母狗 还喜欢喝红狗味 现在老母狗实际上的气味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看到红石就有这反感 红石年龄比较小 寻寻感比较强 只要看到是个木狗 他都有冲动的感觉 还有就是红狗红石的能力太强 才找到德姆的掀起 所以德姆这个老木狗 他才不让红石碰他 红石是除神扭肚不怕糊 无论木狗罚听不罚听 他都想上木狗审别的去试探一下 看看木狗嚷不嚷 你看看 现在老木狗气得不净 老木狗都窝到埋地了 他开始上来 温来温去 今天这一站不痛往日 能看看老木狗的压策里 就跟薄狗一样 但是红石是不屈不闹 一直在他身边来回徘徊 这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卖 要是别人家里卖不死 都有人开始骂人了 我家德姆严重警告红石 我已经认你好久了 你再动我一下 你试试 我摇不吞 你是不是想逼我处缺者的 我们下来 你帮我 我找你帮我 因为我